各位,這裡有一個消息 南韓四月份的出口 ICT和科技有關的出口 比起上一年下降了39.5% 是連續第十個月下降 上一次造成出口最多的月 剛剛是去年的四月 但之後,一直都好景不常 目前來說,就下降了 據說,已經連續十個月下降了 今年四月的出口總額 比起去年同期,就暴跌了35% 這就是2009年1月以來最大的下降幅度 而韓國的ICT產品 一直呈下降趨勢 我們知道,中國慢慢的ICT 尤其是芯片的產能,開始上升 現在中國已經解決了EUV的光刻機問題 換句話說,14納米已經可以量產 而利用14納米的技術 可能做到一部份的七立位芯片都未頂 這我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我們看到韓國的ICT產品 一直下降 去年同一個月份,有199.3億美元 即將是200億美元 但今年,趙鋼只有127.7億美元 可以說,跌幅是非常之厲害的 而除了芯片之外 連螢幕顯示器 都受到中國的挑戰 所以中國在IC產品上 現在來說,很可能可以追過南韓 當然台灣應該是台積電 仍然是領先 所以追過台積電 相信還有一些時間 這次我講到 去年5月的時候 8GB的DRAM動態儲存 記憶 即是電腦內用的 單價是3.3毫半美元 但上個月跌至1.45 換句話說 我們看到整個行業 現在的價錢下降 原因可能是 中國的產能上升 將價錢推下去 韓國方面 我相信未來的經濟應該頗困難 除非它可以找到新的發展點 而中國就會繼續追過去 中國慢慢慢慢做到芯片之後 以後中國的廠家 當然是買自己的國內產品 免得受到別人捏著喉嚨 在這個情況下 全世界的芯片業 都會面對一個非常大的競爭 這個競爭當然是來自中國的 在這裏 在這裏